杀警案 灵性凶贤原本是在明德外溢间服刑 请假返家之后就再也没有返回监索 22号犯下的杀警案 夺走了两条宝贵的人命 矫正署说灵性凶贤是瑜伽未归 引发了死者家属的不满 殉职远警 曹瑞杰的叔叔批评 两条人命躺在那边 用瑜伽未归这四个字作为理由 根本就是泯灭人性 在死者家属的伤口上撒烟 如果监索经级把人找到 而不是放任他在外游荡 或许就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 而曹瑞杰的哥哥更是悲痛地提出了四点质疑 质疑监索根本就是在推卸责任 而眼看家属悲愤 对此法务部长蔡清祥表示 不管是瑜伽未归 或者是从监索里头脱逃 都是脱逃罪 会送地监署来整版 瑜伽未归 这四个字太沉重了 可以说是明面人性 他在家属的伤口里面 在撒大笔的眼去刺痛 四个字再给家属重重一击 杀尽嫌犯林姓吴 被起底是明德外溢间逃犯 但矫正鼠汉外溢间 一再强调嫌犯是御驾未归 不是从监索直接脱逃 让训止远景曹瑞杰的叔叔好生气 两个人的性命躺在那边 他可以用御驾未归这四个字吗 你有没有努力 有没有尽力 有没有做到 我们家属昨天看到 真的是非常非常气到一个不行 痛批明明是SOP有问题 监方却忽视 才让凶嫌脱逃七天 夺走两名远景性命 曹瑞杰的哥哥也在脸书发文 陈痛提出质疑 只向外溢间玩文字游戏 说嫌犯不是逃逃逸 根本是谢责 他不应该是这种态度 事后再来说 逾驾未归 逾驾未归 按照法令规定 如果没有这张理由 是以脱逃罪来论处 至于说他有没有过程脱逃罪 最后要经过法令的审判 如果这个明德 他的SOP标准流程做得很好 逾驾未归 这个四个字好 没关系 我可以让他讲 可是是一个礼拜吗 应该是三天内吧 甚至一天 外意监管理到底有没有疏失 法务部长蔡清祥再度灭火 不管是御驾未归 或从监所里面脱逃 都是脱逃罪 会送地检署侦办 强烈要求说 一定要让被害者来这边 向已经罹难的远警 至少请他跪在地上 一桩杀警案 显现种种制度漏洞 家属痛心直呼 再多补助 再多钱 也换不回亲人 只判厘清真相 还家属 一个公道 这综合报导